小老婆,你現在因為身體不好,多久沒跳大聲了? 五十多年,五十多年沒跳了? 那就是人二十多歲之後,後來就沒有再跳過? 那就是解放了,共產黨不讓跳了,不讓新民心了,都跳了。 文化大革命更是,都這些跳山蠻的,那個生意啥都燒了。 昨天我問老太太,你想傳給你姑娘。 誰到了,我到現在還沒心思好呢。 要是按過去的說法吧,她能承受得了些,能接受得了。 那唱這個神歌了,咱們不是跳大聲的人吧,她不懂。 那叫什麼,她跟宇宙還能說話。 跟野外的動物啊,熊啦,虎啦,這都,森林都相同的。 在這美好的宇宙地點,我們以最熱切的提判, 迎來了古馬界白納河倫村民族鄉河倫村民族下山定居, 屬於生活中年慶典。 一首屆古人物踏車,河倫村人,形成於新安領海。 在極其堅固的自然條件下,形成了手出森林, 告別了原始艱辛的遊戀生活。 在那些城市裡面,靠北納河倫村民族, 在河倫村民族的文化, 一次在深圳找泳, 最愛,對河倫村人家, 鴨居中國人, 即使多年和在日子村民族, 可能在新安領海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